还记得吗 三年前用天灯造型合并科技概念的台湾馆 住立在上海世博经验全球 但是呢三年之后台湾想要再登上世博大门的美梦恐怕要破灭了 因为高层就说了2015年 米兰世博主办单位开出的社馆条件对我方相当不利 那么初步只有同意可以参加企业馆 那么为了顾及国家尊严 宣传效果和节省财政三大底线 那么台湾也将省慎考虑 只不过呢 如果要比照上海的世博模式的话 恐怕要耗费30到40亿的台币 经济部一听到这样的高价 立刻就摇头说 现在哪里有钱呢